类书组 接下来讲这个类书组 类书组是个啥东西呢 类书组的意思就是长得像书组 也可以拿它当书组用 但它呢就不是书组 OK啊 上不都上了 行了 现在写个东西 来来来 听我说 同学们 同学们 听我说 其实咱们接触过一个东西叫类书组 只不过当时呢 我一直没跟你说 但是也提过一嘴 行了 别抄着了 来 看着啊 arguments 这东西是啥咱说啊 咱说是一个实惨列表 是书组 对吧 其实呢 它不是书组 看着是不是像书组 但它书组有的方法 它全没有 比如说书组啊 arguments.push 是不是push个7是可以的啊 保存刷新 它告诉你 不好意思 arguments.push is not a function 没有 没有这个方法 是书组就肯定有 说明它不是书组 对吧 那为啥长得还像书组呢 咱管这种东西叫做类书组 咱探究一下 类书组到底是咋构成的 类书组这个东西在五年前 不用特别深的探究 但是自从到了四年前 阿里巴巴出了一个非常恶心的题 就把业内都震惊了 把大家开始重视了 阿里巴巴每年都引导这个题的走向 就是它 它是第一个先鄙视面试的公司 每年都是第一个 它出完了之后 其他公司在张望张望 看不看着 老大哥出地厨这么难 咱也加油吧 对吧 然后再有一年一看 你看老大哥出地厨这么水 说明今天人才肯定吸血 咱也出的简单点吧 来 看着 来 OBG 是一个对象 对象 不是说了吗 对象 是不是属性 可以是任何一种形式的 而且这属性没有 是不是说可以用酸野号 可以用可以不用吧 咱就用一回哈 我里面写个零 当然你直接写零也行啊 一样的 零 零呢 第一个是A 然后第二个属性名叫E 然后是B 然后是R 然后是C 行了 这个就有点那么有点意思了 对吧 是不是和这样去写 差不太多 访问起来差不了太多吧 对吧 保存 刷新 咱看看 OBG 0 是不是出的也是这个 R0 是不是出的也是这个 就差不太多 然后我再改一改哈 现在你看OBG 是不是还是对象 还是这样吧 好 改一改 加个Lens 既然都加 也都加了 既然加了 就都加了 然后Lens呢 是 三 有Lens之后就完事了吗 保存刷新一下 OBG 是不是还能这样 再加了Push Push呢 放谁的方法 放AR的 放这个array的方法 点Push 哎 这个不要了哈 这样一个类数组的 这样一个类数组的 基本形态就已经构建完了 然后咋用呢 OBG 点Push OBG 有没有Push的方法 有吧 只不过拿着别人的呗 那现在OBG掉了Push Push里面 This就是OBG了 反正咱写过Push 咱写Push的时候 是不是也关注的是This 对吧 有This那就好办了 Push Push啥呢 Push个D进去 好使吗 回吃 再来OBG 你会发现 012 加了一个3D 看到了吗 加了一个3D吧 这是不是不是我写的 并且谁变了 Lens变了吧 这些都是一个对象 不能具备的东西吧 凭啥掉了一个Push 又加东西 又变东西的 对吧 所以说这块咱们探究一下 这样的东西就叫一个类数组 类数组必须有几个组成部分 听说 类数组必须有几个组成部分 首先呢 属性要为所引 所引属性 什么叫所引属性 数字 这是不是 这换成这个数组的话 是不是 这是所引位吧 第0位第一位 是不是叫所引位 对吧 叫数字位 必须得有这样的属性 然后呢 必须有Lens 属性 最好 加上Push方法 如果你不加Push方法的话 行不行 他也叫类数组 类数组最佳要关注的点 就是一定要Lens 其他的其实都好处 一定要Lens 没Lens不叫类数组 这样的东西 就是它是对象 它是不是对象 它是对象 它可以当作对象来用 只不过它用起来 就跟数组一样 那东西的吧 我整个 这还不像数组 咋能变成一个跟数组差不多 因为你看 这是不是还是对象 我再给你加一个属性 我让它变成像数组 Supplies方法 这就是一个定律了 你记住就行 一旦你给一个对象 加上Supplies方法之后 这个对象自此之后 长得就 完全是数组那样了 但是是不是对象呢 是对象 可不可以当数组一样用呢 可以当数组一样用 我明白的吧 是对象 可以当数组一样用 这就叫类数组 类数组有很多好处 好处咱一会儿来说 咱先看看类数组怎么实现的 好处我先写着 好处一会儿来说 别忘了 你看看array .prototype.push 里面写的代码一般啥 咱就管 咱假设 咱不写那么麻烦了 假设里面就能穿一个散数 假设里面穿一个散数 穿一个target 那它肯定是 this.lens 是不是等于这个target 然后this.lens 是不是加加 得有里面这样的一个操作手法吧 是不是有这样的操作手法 有这样操作手法的话 如果这个对象 掉用push方法的话 是不是这块就变成对象了 是变成这个东西了 那对象有没有lens 有没有lens 咱是不是设了 有lens了吧 对象有lens了 就能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吧 是不是这块 dlens位 是不是应该第三位 是不是应该是个d 对吧 然后是不是lens加加 lens变成4 是不是可以处理的 对吧 阿里巴巴那年出了一个这样的题 看好啊 同学们 给你一个类数组 咱们管这种形式叫类数组 你交推向也行 只不换个名 它特殊嘛 叫类数组 它出了这样的题 它都没给你supplies 它都没让它长那么像 所以这么给的 这么给完之后呢 这哥们非常缺德 2 A 3 D 好 然后呢 它调用 OB接 3B吧 OB接点push 一个C进去 再OB接点push 一个D进去 问你最后这个OB接涨什么样 给几个选择 长什么样 来 OB接应该长什么样 你就跟我说几个属性行 苏一辈的属性行 2A是吗 2A然后呢 3B 然后呢 3什么 我给你写OB接 我给你写OB接 你说里面有啥属性 2后面对应的是谁 A 然后呢 3B 然后呢 4是多少 4C 然后呢 5D对吧 有没有Lens 有Lens Lens是几 Lens是4 好 有不同答案吗 来 营讯 3什么 哪儿呢 啊 这是吧 3什么 有2吗 有2哈 说全哈 2啥 A 然后呢 30啥 C 然后呢 4D 哦 不同答案吗 有不同答案吗 来 这位 来 这位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的女朋友 啊 啊 嗯 嗯 嗯 那四伙不知道哈 有没有知道的 来冒泡 左脸呢 左脸呢 嗯 放个人 那个那谁 王位 那个其他人没有答案 我问你问题啊 这是不是扑式方法 扑式方法长啥呀 是不是在这呢 是不是长这样 长这样第一步咋执行 OBJ还是OBJ吧 OBJLANS得几 是不是上里面的曲线 二吧 得target吧 第一次放target的啥 C吧 所以 OBJ的 第二位 得啥呢 你都放C了 还不得C啊 是不是C 然后呢 LANS变成3了吧 LANS得加加 然后再来PUSHD 怎么办 D放哪儿 D数放3这儿 然后LANS最后得几 4吧 是不是应该这样 再看OBJ 嗯 保存啊 什么鬼 啊 这回变成2 对吧 我刚才是不是给他手动改成3了 嗯 我刚才为了讲题手动改成3了 对吧 看这回 对了吧 所以哈 这个题 这类数组 大家看类数组可以PUSH 但你要不知道PUSH的内部原理的话 你不能 你懂不了类数组 类数组的关键点在谁呢 关键点在谁呢 关键点在LANS那 LANS决定了在哪一位上付东西吧 因为这个PUSH里面是不是读的是LANS 对吧 所以说这样的话 他会把刚才那东西覆盖掉的 会覆盖掉的 这个懂不懂 你走一下这个LANS你就明白了吧 走一下LANS就明白了吧 好 从来一下起 EARC3D 我要往里放一个B LANS是3 最后结果应该是啥 EARC3D LANS的几 LANS是不是得四 对吧 应该这样吧 是应该这样 不过说 这是类数组 当然这是类数组 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告诉大家 是怎么样去往类数组里面PUSH东西 是根据它LANS的改变而改变吧 对吧 就这回事 当然类数组呢 它有很多应用 咱们可以把类数组当做一个数组来用 完全的没问题 而且还可以把类数组当做一个什么来用 它本身就是个对象吧 所以一个东西既能具备数组和对象的两种特性的话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储数据更强大一些 对吧 就说这里面存个A 这里面存个B 这里面存个C 然后呢 我还有NAME属性 NAME属性是ABC 我还有A之属性 A之属性123 然后我还有LANS属性 类数组必须写LANS属性 然后还有PUSH 然后还有PUSH 然后还有Supplies Supplies Array AutoTab Supplies 类数组咱们之后会经常用 用的时候咱们再看 现在你看OBJ 是不是像数组一样 但是它有没有NAME 有吧 有没有A之有吧 然后有没有长度 有吧 是不是都有 它既能像数组一样用 也能像对象一样用吧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咱怎么把这所有属性全辨立出来 是不是Fall in循环 对吧 Fall in循环 然后这样 console.log OBJPROP 实行 是不是全出来了 这回都能把所有东西弄出来吧 OK 有问题吗 这就是类数组的好处 就是把数组和对象的特性全能拼到一起 但是也有一点问题 就是它并不是所有的数组方法都能用吧 除非你自己给它添 对吧 并不是所有都能用 但是它却可以像数组一样去作用 这是类数组 然后类数组的存取包括类数组的一些扩展 就这么来用 看一看就行了 这是类数组 以后咱们讲到DOM的时候 DOM方法所能生成的所有类似于数组的东西 全是类数组 以后咱们讲高阶编程的时候 全都是类数组了 所以对类数组 咱们必须了解到这个深度 这已经是最深了 不用再深了 已经是最深了 OK 今天有俩作业 第一个作业呢 跟这两堂的知识点不是很相关 也有点相关 封装一个TIME方法 为什么封装 这TIME方法干嘛的呢 咱们有个TIME OFF知道吧 TIME OFF是返回结果不是很精准 是不是不精准 对吧 不精准吗 有什么NINE它分辨不出来 它就NINE是对象吧 现在我让你完全要分辨出来 每一个传进去的东西 比如说我传进去书组 你就给我返回这个东西是 array 我要传进去 对象 你就告诉我它是 对象 我要传进去function 你就告诉我 function 我要一个完全 这样的一个方法 能懂我意思吧 要完全的 还有 如果我传进去的是一个new number 这叫啥 这叫对象吧 是个数字类型对象 请你告诉我 这是number类型的包装类对象 如果我传进去一个数字 请你告诉我 这就是number类型的 这好办 这个不好办吗 这个怎么办 怎么告诉我是一个对象形式的数字 是一个对象形式的数字 这用啥 不用prote prote type也行 挺聪明 object.prote type.to string .core new number 顺便这个了 其实.core 你core number 它打印的也是这个 你core number 它打印的也是这个 但是没关系吧 是不是number 你可以通过typeof来过滤掉 然后过滤不掉的 是不是成对象了 对象再放到这图数字里面去 你是不是能分辨出来 什么类型的对象 数字对象 对象对象 还是说包装类的对象 对吧 是不是能分辨出来 能听懂我需求吗 今天 提示不能提示 这些东西全得能分辨出来 这是第一个作业 没问题吧 其实很简单的 然后第二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是数字去从 要求在圆形链上编程 换句话说 我给你写好 我给你写好 alry.prototype.unique unique unique知道什么意思吗 独一弯的对吧 独一弯的 就这个人呢 包括这个事独一弯的对吧 以后你们求婚啥还可以说 对吧 一共就这么几个单词 对吧 design什么的对吧 宿命啥的对吧 就这么几个 背一背吧 都是套路 unique是独一弯的 然后呢 调完数组 调完这个方法之后 比如现在我这个数组 你在约然站编程 是不是他可以调用 对吧 1110000 什么A 什么B 什么 这块再来个A 这块再来个B 然后来个安递范的 别的安递范的 就这么多东西吧 任意给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调用完unique之后 返回的东西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 10 A B 数组 能弄一下吧 把数组重复的背去掉 这个数组去重 非常重要 这样一个方法 听我说 写完了之后 这样的方法 你知道这个数组去重 大概需要多少行吗 大概需要多少行吗 我给你点提示 你可以利用对象的一些特性 来写这个数组去重 叫哈希的方法 见直对的形式 行我就说到这了 不多说了 对象 利用对象是最快的 写完数组去重 什么方法都可以写 都行 但是最快的是对象 那种哈希的方式 利用对象 就是名上哈希的方式 利用对象 写完之后 加上回车什么的 加上这种大括号 左右闭合的 一共加起来 不会超过10行了 最多也就是11行 不会超过10行了 非常简单 就加上拓号 就把这括号都得加上 11行 就这么短 非常少 非常少 想起吧 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想一想 看能不能从没到那种程度 挺简单的 想通了 很简单 然后这个type of 这个type这个方法 也是一写行吧 一写行 行吧 就这俩作业 回去写一写 回去写 原型那样变成 OK 见到了吧